早上好老婆们 每次来大姨妈都会 很想吃一些又甜又糯的东西 点了一个小圆子 我感觉好不甜呢 压力给到炸糖糕这边 这个糖糕好吃 能吃到那种一颗颗的米 我以前吃的那种炸糖糕 就是里面是白糖馅 也尝尝这个烤鸭包 皮薄馅大 糯糯有嚼劲 这不太出什么鸭味 但汤汁肆意且鲜美 超级大一颗狮子头 清炖很适合空口喝汤 狮子头不是紧实 而是滑嫩的肉质 西柳进去入口即化 偷偷将点糖通通炫光 热量爆下 来大姨妈了 就会特别想吃甜食 但我们打算去杭州 还蛮有名的一家法甜店 吃一家甜品 我还没去过那家的 然后就打扮得比较优雅女人 这个穿戴甲还不错吧 主要是跟我这个衣服还挺配的 叶子也是我刚刚在那个礼盒里面发现的 母子子孝的背影 直接带入小妈文学 到了 杭州法庭天天花板 让我见识下你的厉害 先尝尝这个草莓开心果 叫做开心每一天 还是第一次吃维加迪燕的 我以前就是挺不喜欢吃法庭的 因为不甜了嘛 杭州这种 甜品特别选的地方 甜度都已经改良得很好了 没有甜味 奶油开心果 为超浓 莓果酸甜解腻 长颗小草莓 草莓果粒和坚果碎 口感很丰富 我时常怀疑 此人真是深层式太空夜溪沉气 喝一下这个气泡水 长得老可爱了 有一个像草莓球一样的东西 煲竹里面是果酱 拌扎 还有草莓 酸甜可口很清爽 这一颗很神奇 它是巧克力的 但是里面有四肠花椒 我还挺怕花椒的嘛 咦 有点好吃 花椒味跟那个巧克力 很浓郁的感觉还挺搭 都黄黄的不到是 金橘 它还有这种金橘片 一颗口味提升的挺好的 苦甜 那酸啊 包括浓郁跟清爽 还有口感上的一点点麻麻的感觉 还挺有意思的 邀请主品尝 没有什么花椒的 你先吃啊 我先去换个微生镜 好好 吓死我了 我刚才以为我漏了呢 继续放心享受 巧克力爱好者一定要来试试四重巧克力花椒 路过古早万丹买了颗玉泥奶冻卷明早吃 来尝尝东京烧肉 今天走一个没吃过的网红店路线 横格摩是我最喜欢的烤肉部位 蘸着蒜香黄油肉能夺制 半个高丽菜丝 还是吃肉把肉不会伤害我 海鲜饼里面有真实虾仁 但煎得很硬 雪花肉油脂果与丰富入口即化 我喜欢再有肉感一点的 比如眼前这颗胖胖牛舌 超级鲜嫩肉后弹牙不好 感觉吃多了 但我真的不能没有烤虾 提前包壳的适合本来人 本次最期待的面包冰淇淋来了 你们知道完美两个字怎么写吗 冰火两重天 香草味超级浓郁 吃快点了快点了 太好吃了 吃我的活的冰淇淋吗 可以就得到的淡淇 餐后这块甜点简直升华了整顿烤肉 舒爽了 下回 你i se线烤肉 估订汉 大家注明